好 如果现在可以的话 真的不要再打麻将了 避免非必要的群聚 只是很多人无法避免的是 每天还是要通勤上班 尤其是搭台铁高铁的 更增加了染疫风险 昨天傍晚就有一个乘客 搭了区间车 途中出现了发烧症状 台铁是赶紧疏散了 同车厢的旅客 紧急让他在细科北站 出站送医 不过也还好 PCR裁剪是阴性 另外是台铁的南港站 纪念品商店这里 也有女员工确诊 基隆市政府疫调发现 这个员工确诊前 大概二十天内 密集的搭乘了区间车 往返了七堵 南港松山还有台北站 台铁现在加强消毒 同时纪念品店 也要暂停营业 拉下铁门贴着公告 暂停营业 台铁南港车站 梦工厂纪念品店 出现员工确诊 摊开足迹来看 这名员工也就是案八七八九 是一名四十多岁女性 平常早上八点多出门 从七堵出发 搭区间车上班 晚上七点下班回家 相当规律 确诊前二十天内 曾到南港松山台北车站支援 台铁目前已经对各个车站 进行清销 疫情升温以来 台铁也难以幸免 现在除了这个人员 车站里面的人染疫之外 也传承出现这个确诊者 搭乘的足迹 而六月号晚间又出现 一名旅客发烧 紧急在这个气科下车 台铁不敢大意 六月号傍晚一名乘客 搭二一九四次驱间车 原本打算从万华搭到瑞芳 结果中途出现发烧症状 台铁临时让他在 戏科北站出站 因为高烧三十八点二度 加上他说自己在忘华工作 让台铁绷紧神经 赶紧通报送上救务车 前往国泰医院治疗 索性裁检阴性 目前已经回家休养 虽然PCR采因虚惊硬场 但对通勤族来说 难免心惊惊 本土疫情还没降温 身兼通勤重任的台铁 接连出现染疫足迹 持续考验百年老店的应变能力 华日信 吴声友郑志伟 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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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